擅长行销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也非常懂得如何运用他的魅力 连就职午宴也是宣传的重点 经过他试菜精选的45道宴客点心都是用高雄在地农特产做的 包括有香蕉、红豆和巴勒等蛋糕美食 让吃过的宾客是赞不绝口 豪华点心架摆上香丝红豆糕、桂圆蛋糕还有宴炒巴勒 韩国瑜市长就职的午宴非常接地气 几乎选用高雄在地食材 冰旁的香蕉蛋糕、冰棒也都超人气 参加宾客是个个赞不绝口 在爱河边就职典礼过后 宾客们都涌入旁边的五星级饭店享用午宴 韩国瑜市长前往议会夫人李嘉芬、女儿韩冰则是盛装出席 一道道品尝高雄在地美食 就职典礼邀请2000多位宾客从基层里长、百工百业代表、局处首长 虽然会场显得拥挤却也呈现出热闹欢乐的气氛 就连施乃杀手立委蒋万安也专程南下出席盛会 那我对于韩市长未来在推动高雄市政上面充满信心跟期待 从之前的三山照照今天的就职 其实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其中 那我相信高雄市民对于韩市长挽起袖子 准备大刀阔斧 推动市政充满信心 那我相信绝对可以让高雄市发大财 招待贵宾的午宴充满浓浓高雄味 出了有13道高雄知名小吃料理端上桌 一旁还有自助式的茶会 一共45道的在地美食 就连韩国瑜喊出药盖的爱琴摩天轮 也成为午宴上的创意甜点兵煮尽宽 港独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参谋报道